衰老是指 体表出现异常形态或体内检查出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 其中体表出现的异常形态 如发白、秃头、面皱、老年斑、弯腰驼背、高低肩、长短腿、关节变形、瘤、忧、硬结、肿胯 仪器检查出的异常形态 如癌肿瘤、子宫肌瘤、纤维瘤、肠膝肉、脾肿大、肾萎缩、脑萎缩、肝硬化、肺纤维化 白内障、骨刺、骨头坏死、关节变形、脊椎侧弯、椎肩盘突出 异常指数 如异常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癌指数、肝指数、肾指数、胆固醇 此易于之前正常状况的异常形态 与异常指数统称为异常 但依异常既非正的不适感、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 也非壮的组织受损 所以是老而非病 好 这一段都是把疾病以衰老做一个解释 那体表指的就是我们看得到的 看得到的异常形态 那这里有举 比如说发白、秃头、面皱、老年斑、弯腰、駝背、高低肩、长短腿、关节变形、流油、硬结、肿块 比如我的鼻尖以前就是有一个油 那这些也是你要处理也可以 衰老要处理也可以 但他不痛不痒 所以一般因为没有症也没有状 所以这些看得到的 我们都把它属于衰老 好 那我们来看体内的呢 体内的你不可能用观察 就可以看得到 一定要借助仪器 那异常形态有 比如说癌肿瘤 子宫肌有 甚至到一系列念下来 这一系列都是异常形态 那你看你们去检查 你看刚刚有位患者 就是剧烈腹痛 他去检查 结果检查出什么 大肠癌 那剧烈腹痛 如果原始点 一开始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通大便 我一直讲 就是灌常 不是通大便 灌常 就是你用原始点按推 无效或外热源或内热源 就是喝姜汤这一系列 而没有效 你第一个要考虑到 剧烈腹痛 一定是灌常 那灌常有分 就是你看看如果平常大便什么都顺畅 那就任何的姜汤我认为都可以 比如姜汤也可以姜粉 姜粉你都可以 那如果是已经好几天没有大便 那你灌常就是尽量用姜汤 来因为他姜汤的清肠道通速便的力道是最大 但三者都有效 因为他之所以能够让整个肠子通畅 那最主要是我们的那个热源进去之后吸收了那身体恢复了组织 它是运作的功能 然后该排出来的他就排出来 是这样的理论 而不是说姜汤特别有效或姜粉泥特别有效 不是那姜汤因为它是水 在流动上比较快 所以他清肠道的力道就会比较快速 是这样来的 好 那这个患者就是因为剧烈疼痛 如果他不懂原始点按推这些也不大懂 有时候光用热源让他进去 有时候也会改善 那如果有学原始点最好按一按 按了有效那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那症解决了那开始正常生活 就没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按推也没效 温敷也没有效 喝姜汤也没有效 那剧烈的护痛就是第一个要考虑的 就是灌肠 那结果患者剧烈的护痛 检查出大肠癌 那癌跟那个大肠癌跟这个护痛 彼此间没有因果关系 这也是老化的一个状态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肺纤维化 那这个也是异常形态 所以你看 你们去医院检查出来 不就是这一大堆吧 异常形态 要不就是接下来的异常指数 就是这两种 要不然还有什么 那你以为仪器有什么特别吗 没有啊 它就是一个是异常形态 一个是异常指数 那另外一个就是属于疾病的组织受损 上一堂已经有讲过 比如造出来 它脑出血啊 或是胃出血啊 肌腱断裂啊 骨折啊 这一系列 那就是一看就知道组织受损了 影片一出来 所以造出来 不过就是这两种 一个是老 一个就是病 所以别再对于仪器 科学仪器 科学仪器是进步的 是科学的 但西医的概念 不可能超出身体的老 老跟病的 这是不可能的 别以为 这个仪器 里面还有什么 特别的东西在 没有啦 能看到的不就是老 要不就是病 而老跟病都是果啊 你干嘛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检查 而且检查 如果要检查肿瘤 甚至都还要切片 甚至穿刺 这个都对人体很大的破坏 所以现在是利用仪器 所有的检查 甚至到治疗 都是一种伤害 你看有些也要 你要指数 有时候还是要抽血啊 尤其一般人抽一点血 当然是没有关系 到了重病 你看他有时候抽了 抽哎呀那个一点点血 我看抽了都有好几罐 那个小小罐的好几罐 那对这时候对病人是一种 重伤害 不是说没有事的 因为患者已经都很急需了 你还把他抽那一他要命的那一点点血 所以有时候一定要小心所有的这些检查都是这样 异常指数这些举例 这也是常见的 所以到最后我们常常在流行什么三高高脂肪高胆固醇这一些高什么高尿酸好高血脂 反正这些都是一个异常指数而已 没有什么意义啊 那你自己有没有问题你自己最清楚还要去抽这些吗 如果有问题身体就会给你症状的讯号出来 好那这些抑移之前正常状况的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 我们都称为异常 简称为异常 但异常呢 它不是症 你看这些一定有症状吗 不一定 有些检查处高血压 它也没有什么毛病 检查处肿瘤即便吸收你已经癌末了 它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 所以这些异常形态异常指数 既不是症的不适感光能混乱跟体力虚弱 也不是组织受损 所以既然它不是症也不是状 那我们说老跟病的分法就是排除法 如果不是疾病那一定就是衰老 所以很明显它不是疾病 所以我们把这些都归为衰老 衰老败坏现象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检查 检查出来还要紧张呢 比如很多人检查出一个高血压 那也没什么事就开始一辈子吃药了 那什么症状也没有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盲点 老病不分的 那我们后面会讲 那我们这里把老的一些 体表的还体内的都介绍完了 我们继续来看西医的一些检查吧 西医是从果治病 以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即组织受损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通过仪器检查 往往需忍急挨饿空腹进行 甚至还需忍受像麻醉剂 内视镜 放射件 抽脊髓 抽血 穿刺 切片 所带来的不适与风险 付出这么多代价 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疾病 但在诊断上 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即组织受损 西医会视身体有病与否 做不同解释 有病 即当成疾病之因 无病 则当成疾病本身 殊不知 检查出来的异常 即组织受损 既不同于体伤 也不同于热能不足 而且还是由体伤 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是果 而非因 如果将异常 结组织受损 当成疾病之因 就会犯了 倒果为因的过失 也因如此 才会认为 一病有多因 或果 亦可生果 那西医从果治病 因为他们没有体伤跟热能不足的概念 所以都是以仪器检查出来 它仪器检查出来的 我说不可能检查出阴来 都是果 那当然它就是从这些检查出来的果下手 那所以我们就是把它专有名词称为 简单的讲就是他们就是从果治病 不是从因治病 这也可以分出西医的处理方法跟中医原型点的不同 那他们又以仪器检查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那仪器人检查出什么 我们前面讲 你体表不外就是老跟病 那同样体内也不外就是这样 体表这样体内又能怎样 也是老跟病 那检查出来如果是组织受损 那就是病 那如果检查出来的是异常 那就是老 那异常有分刚刚有讲 有分异常形态 还有分异常指数 所以如果你这样就可以马上归类 你看西医讲的那么多 其实你可以这里就可以做总结了 哦原来西医检查出来就不外三大类 那三大类呢 第一个属于病的组织受损 刚刚讲过不在宠物 那第二类呢 第二类跟第三类就是属于衰老败坏的现象 一个是异常形态 一个是异常指数 所以我说你如果这样很快就可以把西医看清楚 原来他们检查没有什么高明之处 不外就是这样啊 大家盲目的为什么会相信医学 好像我西医特别厉害 他利用科学仪器能够让我们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啊 因为体内本来这些东西就不应该看得到的嘛 那他让你看到你以为很神奇 好像西医就变成突然间高人一等 其实你这样理解原来也没有什么嘛 原来不外检查出来就是老跟病而已嘛 好那如果能够这样 驱逐这个迷思 人反而越来对自己越有自信 老跟病难道我分不清楚吗 还要西医照出来来分吗 然后他讲的又不是这样 他讲出来又把这个另外一种解释 把老跟病说成疾病之因 或是疾病本身 那这个就很有问题了 好 第一个我这里提出来的就是 虽然他没有什么高明之处 仪器检查没有什么高明之处 但仪器检查可让人家受不了的 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说不能吃饭啦 一定要空腹啊才能进行 那有一些还要打麻醉剂啦 内视镜抽脊髓啦抽血啦穿刺切片 甚至这些放射线的照射 种种 老实讲这些都是破坏性的 而且像穿刺切片啊 这个伤害也是蛮大 打麻醉剂也是啊 我曾经有听过 打麻醉剂造成就瘫痪 也有这样的案例 所以别以为这些检查都没有风险 多少还是有风险 好 那你付出了这些不愉快的 还有风险这么多的代价 甚至金钱跟时间 你为的是什么 为了就是检查出疾病之因 来解决疾病吧 道理就这么简单 好 那西医也会 按照你的想法去做解释 在诊断上他当仪器检查出 异常或组织受损 西医会怎么样来跟你讲呢 我告诉各位 其实他们没有立场很坚定 他们也会看你 到底身体有没有病 然后说出不一样的话来 第一个 如果你身体有病 或没有病 他的解释是不一样 我们就 把它检查出来的 我们就举例来说 如果当你身体是有症状 有病的时候 那你检查出异常也好 或是组织受损也好 他就会跟你讲 这个就是疾病之因 我举一个例子 当你冲风瘫痪 半身瘫痪 你一去检查出脑溢血 脑溢血我们知道是组织受损 是果啊 绝对是病 病态的一种 病就是果 怎么会是因呢 但是他这时候会跟你讲 你半身瘫痪 就是因为脑出血 所造成的 那这样讲法不就是 坐实了脑出血就是 半身瘫痪的因了吗 那果怎么会突然间 组织受损是果 怎么会突然间又变成 另外一种症状的因呢 那逻辑上是不通的 但他就会跟你这样讲 或是你身体是健康的 然后突然间去检查 检查出 你头部有一颗恶性脑瘤 那心医会跟你讲怎么样 你这一个 因为你身体没有症状 他不在 如果你有头痛 他就会跟你讲 那你头痛就是由 恶性脑瘤引起的 那这时候 恶性脑瘤又变成 头痛之因了 那因为你是没有 头痛去的 这时候他不可能跟你讲 这个恶性脑瘤是疾病之因 那这时候他又改口说了 那恶性脑瘤本身就是一种 很严重的疾病 不治疗可能会死掉 会死人的 那恶性脑瘤 他变成怎么样 变成疾病本身了 而这种恶性疾病 他会死亡的 又会生出一个死亡来 所以一般民众就会吓 吓 担心的 所以西医的解释 也跟我说的 仪器检查出来 检查出来不外就是老跟病而已 就只有这两种 那病你就把身体调好就好了 那如果老 那有时候有处理没有处理 看急不急 如果不急 你身体懂得保养 他这个也会改善 但民众因为检查出来 经过西医这样解释 就会慌了 所以这里进一步讲 但多少民众能了解这个真相 原来异常跟组织受损都是果 他根本不是因 所以第一个他不同于体伤 因为疾病之因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体伤就是组织器官运作 失调的一个状态 我们称为体伤 那你如果组织器官运作都很顺畅 那这个人是不可能有老病死的 不可能 但是因为就是人体没有办法保持这样 永恒的一个状态 有时候会比较差 有时候会有体伤 有时候会有热能不足 所以我为什么 我们早上听课 到中午也没有做什么事 我们就要去补充热能 因为我们身体不断 光坐着也会消耗热能 所以我们就会慢慢身体产生一些变化 所以才会有老跟病 那老跟病异常跟组织受损 就是老病的一种 那真正的因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但他们说是疾病之因 但问题既不是体伤 也不是热能不足 怎么会是疾病之因呢 而且这些异常跟组织受损 还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导致的 那很明显就是火 所以这个就已经可以看出 西医如果将检查出来的 异常及组织受损 当成疾病之因 他马上就犯了一条 叫做什么 道果为因的果实了 这个是很严重的 西医很多理论就是道果为因 简单的讲 只是我讲到这里只是很感慨 问题没有人了解 这个从因缘果一看就知道 这个明明都是果 那怎么会一下子 忽然一下子变作因 一下子又说这是疾病呢 然后老病又不分了呢 怎么会变这样 那如果把它当成疾病之因 真的就犯了道果为因 那这样又会进一步产生什么情况呢 一病多因 也就是他会讲哎呀你生病 你生病现在身体有病嘛 那因为我们要检查 那检查出什么 这个检查出来的东西就是你的因 那这样很可能你的一种病背后就有很多种因了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你检查出来的 如果肿瘤 他说如果不治疗还会怎么样 引发什么并发症 比如你大肠癌 那就会引发腹脏 甚至大便不通 就会类似这样 那这个就是果生果了 所以也因为导果为因 最后才导致他们各种说法 你一定要去检查 为什么因为你的病背后有很多种原因 那这些多种原因不坏 就是异常跟组织受损所造成的 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异常跟组织受损都是果而不是因 所以这个因是有问题的 这个因就是道果为因的因 还有果生果 我们也知道果跟果之间 没有因果关系 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 种痛 种不生痛 痛不生种 症不生状 状不生症 一样的 或是乃至症状 跟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皆是果 其间没有因果关系 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因果关系 所以这里已经都把这些问题都说 上一堂其实已经都有提到 好那我们进一步来看看 西医所谓的一病多因或果生果的问题 所谓疑病多因 是指一种疾病 可由多种异常及组织受损所致 比如痛症 可由溃疡 出血 肿瘤 骨刺 锥肩盘突出 关节变形 高药酸 高血糖等引起 但原始点 经临床实证确认 所有疾病 皆由体伤 直接导致 即体伤 这一种因 可导致多种症状之果 例如头部体伤 可导致头痛 眼干 鼻色 耳鸣 牙痛 面码等 所有头面部病症 也就是 一因多病 而非疑病多因 再说 疑病多因 即疑果多因 也与理不通 正如一个母亲因 可生出很多孩子果 而一个孩子果 不可能有很多 生生母亲因 所以 认为一种疾病 可由多种异常 及组织受损所致的 疑病多因 本质上是导果为因 是不能成立的 这一段讲的就是西医前面说的 一病有多因 那所谓一病多因 他们是指什么样 当你身体有疾病 也就是有症状的时候 他们会鼓励你去做检查 那你们其实现在学的原始点 你们应该已经清楚了 所有的检查出来不外有三类 就是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 另外一个就是组织受损 就是这三种而已 那简称就是异常跟组织受损 好那如果你真的有病 好我们举一个痛症来讲 你身体某一个地方有疼痛 那疼痛检查出来 有可能是怎么样 组织受损 比如说你腹痛好了 那检查出胃溃疡 或胃出血 这时候他就会说 哎呀你这个痛 就是由溃疡 腹痛就是由胃溃疡 跟胃出血引起的 有可能这样 那这时候的组织受 其实出血跟溃疡 也是一种果啊 组织受损的果啊 那怎么会果 又生出另外一个痛症呢 它是不会的 只有阴才会生果 果是不可能生果 所以吸这个就是导果为因了 把果说成因 然后说成是痛症的因 然后也有一种可能 检查出异常形态 像肿瘤骨刺 椎间盘突出 关节变形 比如说你腰痛或膝盖痛 类似这样 那检查出有这些变形 你甚至腰痛背痛 结果检查出一个肿瘤来 它就说肿瘤引起的 这些异常形态 或有骨刺 它就说骨刺引起的 椎间盘突出关节变形 也是一样 这个又是果生果的问题的 也就是它把异常形态怎么样 修成疾病的因 另外一种就是异常指数 我们把三种都把它举例了 比如说你脚趾头痛 结果检查出来说 哎呀你就是尿酸太高 所以才会引起疼痛 你相不相信 一个抽象的指数 怎么会造成体伤呢 一定有体伤组织器官 硬做失调的状态才会引起痛 所以那个异常指数 它是抽象的数据 根本不会造成体伤 与痛又有什么关系 完全没关的 但结果我们很多人 也不明就里 真的就相信 我比如说我很 以前我常常治疗 尿酸引起的 那个拇指关节肿痛的患者 那这个很好处理 它一般肿起来痛的时候 你在它的隐状肌 也就是足背部 那个靠近拇指的 那个隐状肌那里 鼓与鼓之间 把它按一定有痛点 那按的痛点 它痛立刻咀嚼 它就不再痛了 很多我按完它痛立刻缓解 然后那个肿呢 再给它温敷 很快就消了 那如果你们想 它是由高尿酸引起的 我为什么按它就会 它就会立刻改善 就如同你腰酸背痛 结果检查出肿瘤来 西医跟你讲 是由肿瘤引起 但为什么我按完 马上就不痛呢 难道我按完肿瘤会消吗 同理 它说腰酸背痛是由 椎间盘突出引起 很多我也是按完就改善了 立刻改善 那我按完难道椎间盘 突出已经回了原位吗 因为它不是阴嘛 不可能嘛 所以从实作也可以看出 众理论完全经不起考验的 所以你看它检查出来 不过就是利用这三种 异常形态异常指数 还有组织受数 来说成疾病之因 然后患者真的就相信 但这些我们都看得出来 这明明就是果 怎么会是因呢 所以我们说的很多西医 这个就是因果不分 道果为因 那这样也变成一种理论 没有想到这样的理论 竟然全球的人没有人 我看没有人提出 这样的意义来 我就觉得非常方便 因为从实作 还有理论上 它都完全经不起考验 从因缘果一看就看出问题 从实作也可以看得出来 你说是这样 那为什么 你说是股市压迫引起 那为什么我按完 它马上就不痛呢 类似这样 所以这就是 我说西医的一种理论 那让我们怎么样 这样的理论会让我们 完全没有信心 也就原来我们生了病 我们本身已经知道 然后西医认为你还是要检查 因为可以检查出疾病之因 但问题检查出来 没有一样是疾病之因 这一点就是我们所有 现在的人 几乎没有一个是能理解这样 所以西医一直在 玩这一种障眼法 在我看法 在我看法 这个是很荒谬的 那我们这里就提出来 从实作上 我们或理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原始点 它在实作上已经可以证实了 为什么 因为你认了个疾病 你只要一按推都可以改善吧 然后加上热源温敷 那不就已经证实了 我们利用按推跟热源就可以证实 所有疾病皆因体伤跟热能不足嘛 而且真正造成疾病的 就是体伤热能不足是抽象 它会影响体伤 再由体伤导致疾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看体伤是一个因 那这个因会有很多疾病 比如说你头部体伤 头部体伤 你比如说头部原始点 头部的原始点 然后去找痛点压痛点 一按有 那这个就是体伤的 那你就确定你一定有体伤 那有体伤 有可能疾病就已经早就有了 也可能还没有疾病 所以原始点 它可以治疑病跟治未病的道理就在这里 好那你如果有疾病 比如说你头部有头痛 眼干 鼻色 耳鸣 牙痛 面麻等 所有头面部病症 你只要按推头部原始痛点 也就是头部体伤 都可以获得改善 那就代表什么 原来一个头部的体伤 一个体伤的因 就可以导致头部那么多的症状出来 疾病出来 所以就可以证实原来体伤如果是因那疾病是果的话 那就是一因多病了 等于你一个因可以产生很多果 也就是一个病因可以产生很多病来 而跟西医的一病有多因 那完全是颠倒 所以在这里很快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 其实 治疗疾病没有那么难的 很多种疾病其实只有因只有一个 你只要把那个因找出来 就可以 就好像我们的 电灯 摄像机 或是风扇 空调 有啊 你只要大开关 大开关 转开关一开 也许全部都运作了 那因只有一个 哪有说 这一个电灯 它的开关 背后有很多种因 要去找哪一个因找哪一个因 没有 这个就把医学搞复杂 那也让民众恐惧 也就是我们生病以后都要再去检查 其实不用的 你哪里有问题 你就直接知道开关在哪里 直接去按就好了 所以医学本来就可以生活化 而且简单化 然后又有效 比医院诊所还要快 这是我敢讲 原始点已经走到这样 你只要知道哪里有不舒服 那大开关先按一下 很多症状就解决了 然后如果再懂得热源进去的话 那速度就更快 所以我们这里已经证实了 原来一因 一个因可以产生很多种病 而不是一个病背后有很多因 这是从实证做出来 另外从理论上来谈 这个从理论上也不通 为什么 因为一病多因就是一个病 病就是果嘛 哪有一个果会有很多种因 我们这里就举了 母亲如果是孩子的因 那一个母亲可以生出很多孩子来 也就是一个因可以生出很多果来 而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属果嘛 不可能背后有很多母亲 去生这一个孩子嘛 所以一果多因 也就是一病多因 这是说不通的 从正常的理来逻辑推理 也是违反常识啊 但这样西医违反常识的理论 竟然也可以存在 所以世人很迷惑 世人以为医学门槛很高 然后仪器又那么精妙 所以他们讲出来的理论 就很高深莫测 所以大家也不敢再提出 对西医的一些责问也好 或是去怀疑也好 就不敢有这样想法 好像他们讲什么都很专业 其实这些都是很有问题的 而且用很多的一般常识 几乎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问题来了 所以我们看最后的结论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一句话 就是 所以认为一种疾病 可有多种异常 及组织受损的一病多因 本质上就是这一句话 到果为因 他们是到果为因 是不能成立的 也就是他们这些检查的说法 说成是因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好 那我们把一病多因 也做了这样的解释 我们现在再来看果生果的问题 所谓果生果 是指一种异常或组织受损 可导致多种症状 比如 肝硬化 可导致腹水 食不下 肺纤维化 可导致咳嗽 气喘 糖尿病 可导致皮肤溃烂 眼睛瞎 高血压 可导致头晕 脑中风 脑出血 可导致偏瘫 昏迷 椎间盘突出 可导致腰痛 腿痛 肠吸肉 可导致腹胀便秘 癌肿瘤 可导致疼痛 死亡 但检查出来的异常 即组织受损 与身体的症状 皆熟过 其间并无因果关系 这道理就像 症痛 不生 壮种 壮种 不生 症痛 一样 再者 异常 属衰老 症状 属疾病 要是不一样的果 都可以 果生果的话 那么树上的苹果 也可以生出香蕉 葡萄来 因此 认为一种异常 或组织受损 可导致各种症状 即一种果 可生出多种果的 果生果观点 本质上 也是 倒果为因 不能成立 在谈果生果之前 我们再来看前面 前面如果说 一病有多因的话 那他们是要让民众 对于症状的恐惧 也就是当你身体有病的时候 他告诉你 你一定要找出疾病之因来 所以要做检查 因为你检查 那个疾病因有很多种 一定要经过检查才知道 所以这会让民众怎么样 一生病就想去做检查 那这里刚好不是这样 他这里果生果是怎么样 已经检查出果来了 那他们会进一步跟你讲 如果你不治疗 果会导致很多种疾病产生 那民众就过于无奈 因为恐慌嘛 因为专家跟我这样讲 我就会害怕 所以只要我检查出来 我就会开始去 想尽办法去治疗他 但所谓的治疗 不会就是手术 药不就是用药来控制 而且这个药很可能是 一辈子都要控制的 我们就来看 他的实际的情况 就是这个果生果 这里有立刻做解释了 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讲 检查出来不坏就是异常跟组织受损 那这些检查出来的 会导致很多种疾病 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这样让大家害怕 害怕了就想 那我们要照西医的方法去治疗 比如说 当你检查出肝硬化来 那他说如果不治疗 可能就会导致腹水 食不下 因为肝硬化是没有症状的 肝没有症状 他不会痛 也不会腹痛 也不会怎么样 但你如果说 他也可以跟你讲 肝硬化可以导致腹水 食不下 甚至腹痛 这些 随他怎么讲 但是我们知道 果怎么会生果 但西医就是真的跟你这样讲 那肺纤维化 他的理由就是 如果不处理 就会导致 那个咳嗽气喘 那这里糖尿病 如果可以导致皮肤溃烂 眼睛伤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很多血糖太高 就会一辈子吃药 因为西医说你如果不吃药 你以后四肢会溃烂 甚至眼睛会瞎掉 很多民众就吓坏 然后就开始用那些药来 抑制血糖 控制血糖 这个是有问题的 那这个就是果生果的理论 那高血压也是一样 我常常问很多高血压 你们有没有吃药 他们说有啊 我说为什么要吃啊 他们说西医跟我们讲的 如果不吃以后会脑中风啊 这结果有没有人因为吃药 而高血压好 也没有啊 高血压西医是你吃了药 血压就当天控制 如果没有吃 药效过了 血压又升高了 那每天控制 控制到什么时候才不需要控制 控制到你急功近翠 死而后移 对医学付出了很大的贡献的时候 就可以不用吃了 是这样来的 所以高血压到底有没有症状 也没有啊 我看很多高血压 他说血压高 他也没有症状 只是一两 我血压怎么又高起来 那如果有症状 你把症状 如果说有头晕 你把头部按一按 他就好了 那好了 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去控制那些血压 而且再说了 年轻的血压 跟年纪大的血压也不一样 因为所以我才说嘛 这些血压有时候都是衰老 衰老的一个现象 不用太在意 但是西医会把你讲得很严重 那怎么讲呢 就是火生火 那脑出血可导致偏瘫昏迷 这里就特别提出来 也是组织受损 检查虽然是疾病 但疾病又会产生 另外一种症状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嘛 昏迷跟脑出血是没有关的 完全没关的 完全你只要把体伤按开了 温敷了 它循环组织器官运作正常了 它就不会昏迷啊 即便有人出血的 我也看过啊 他脑部在出血 但同脑是清醒的 那就可以看出来 昏迷不代表就是脑出血 所以这些都是果生果 让你让它们在处理上方便 因为你看它一照出来 你又偏瘫又昏迷 那西医说这个是脑出血 一定要把这些血块清除干净 你一定听 为什么 因为你不懂啊 你不懂的原来果不生果 这些果跟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啊 那只好开 开如手术了 那开如手术问题 这些偏单跟昏迷会不会好 不会甚至症状还加重 我常常看很多人 本来还没有昏迷 就是头脑还清醒 还能吃饭 那只是手脚稍微不灵活 结果检查出脑出血 一开完刀 结果变成吃饭都有困难 还要喂食 然后四肢更加严重 更不能甚至就从此躺在床上 症状也没有改善 那如果你说这是疾病之因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处理了因 反而症状更加严重 所以果跟果之间 绝对没有因果关系 好那刚刚后面 就是前面我们也讲了 椎肩盘突出导致腰痛腿痛 所以要你开刀 这个也不合逻辑 有时候一按就好了 前面我也说过 肠息肉会导致腹脏颠臂 癌肿瘤会导致 疼痛死了 我就不再多说了 我举这样大家应该很清楚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检查出癌肿瘤 然后吓得要死 他也是一个果而已啊 只不过一个异常形态而已啊 那癌肿瘤你们会问 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死掉呢 第一个吓死的吧 就被西医吓死了 然后每天活在阴影下 因为西医跟你讲 你那个癌肿瘤如果不处理啊 你大概只能活多久而已 然后他们用他们的专业来告诉你这些话 哪一个受得了 本来这些专业是要 诊断是要来预测你 到底这个疾病多久会好 但是西医常常是反方向操作 他会利用这些检查来告诉你 你大概多久大腺会僵致 所以一般人就只好活在恐惧中啊 那活在恐惧中寿命怎么会长呢 有些真的就开始乱吃东西了 平常如果你照三餐这样正常吃可能都还可以活很久 有些人就急了可能什么牛脏脂啊很寒凉的 或是化疗药啦或是手术啊 那就开始乱买乱吃了 结果越搞越惨 甚至生机饮食啊 什么酸碱平衡都来了 因为这些都对你没有帮助啊 很多人又没有这个尝试 人家说什么就开始怎么做了 所以这一个很明显 就是果生果的威力 也就是第一个如果说一病多因 他会就是鼓励你因为恐惧而去做检查 那这个果生果就是因为你检查出来 然后他讲得更严重 让你恐惧而做了很多不该做的治疗 而这些治疗都是对身体有破坏性 那你就知道这样所有的检查 不就是一种陷阱的嘛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讲 我说体内本来就不应该让你知道 为什么要用这个肚皮把它包扎起来 把它包装起来呢 就是让你看不到 因为天机不可泄露 当你一旦看到体内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想想看 里面会有什么好东西可以看 你看你的脸就好 你年轻还可以看 那年纪大了你担心东担心西 你年轻跟年老一对照 年轻那个皮肤是红润的 是光滑的 现在你再看看你的脸皮 如果六七十岁以后 有时候脸皮就皱了 然后也不再红润了 甚至蜡黄都有可能 苍白都有可能 是吗 所以有什么好看的 一定随着时间 越来越不好看 没有说越来你的脸 随着年纪越大 然后脸脸皮越红润 反而返老返童 这在世间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体内的也是一样 随着时间会很多东西 这是必难的 看什么 所以还那么好奇 看出来不就是脑跟病吗 然后结果看出来 又被西医说成这个样子 情何以堪 本来好好一个人 有些检查处癌肿瘤 就开始写遗嘱了 就开始交代后事 何必呢 这个就是对医学 我说检查的不了解 所以我们说检查出来的 异常及组织受损 跟身体的症状一样都是 如果你身体又有症状 又检查处这样 他们彼此间都是 不会说这些症状 是由这些检查出来的 引起的 不会的 果跟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所以这里就讲 肿痛 一个肿不会生痛 痛也不会生肿 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 这个我们就不再说 所以果是不可能生果 这个绝对是真理 你一个母亲生出 老大老二老三 你不能说老大会生老二老三 或老二会生老三 不可能的 果 你们这三个孩子都是妈妈的果 果跟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这是尝试问题 但西医恰恰就翻在这种 很最简单的问题上 一看就看出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里很明确的讲 这种逻辑是有问题的 而且实际上也是 实作上也可以证实 他们是错误 我刚刚讲的 椎间盘突出你说会痛 那为什么我按一按痛就减少 甚至一次按完就好转 完全不再痛 那我按完难道他骨头 会变成圆形吗 不可能 这个道理是很清楚 这个错误是很容易看得出来 那我们说异常本身 他既非症也非壮 所以是老 完全没有问题 那症状 你身体有症状那是病 病跟老都是果 那他们的因都是有体相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果跟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何况这两种果是不一样的果 一个是老 一个是疾病 怎么会病生出一个老来 老生出一个病来 这个我这里就讲 如果有人跟你讲 苹果可以生出香蕉葡萄来 你相不相信 或是香蕉可以生出苹果来 你会同意吗 我相信没有人会 一听就知道 这个荒谬吧 第一个 苹果 苹果是由苹果树长出来 香蕉是由香蕉树长出来 怎么苹果会生出香蕉来呢 而且是由苹果生的 你一定觉得很荒谬 那你为什么不觉得西医的讲法 它的荒谬就在这里 一个老怎么会生出一个病来呢 不同的果怎么会这样生呢 为什么没有人这样去访问它呢 所以这个也是很奇怪 我想用这样很简单的道理 就可以看出西医的问题来 但没有人质疑它们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 最后的结论也是一样 最后认为他们之所以敢这样说 果生果 本质上还是一个问题 就是道果为因 再者 异常不是疾病本身 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 身体的变化程度各个不同 即使同属一个年龄层 仍会有个体的差异 这些体表或体内的差异 有些会超出正常标准 而被视为衰老异常或疾病症状 但不论通过观察或仪器检查 如果将体表或体内的衰老异常 当成疾病本身 就会犯了老病不分的过失 如此诊疗 不仅会使病人变多 也有为医疗治病的目的 明了此理 医学就应想方设法 去解除身体的症状 而不是一味去追求观察 或仪器检查的正常 正因为异常及组织受损 不是疾病之因 而异常也不是疾病本身 所以在诊断上 医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 未必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 此即身体有症状 检查却正常 身体无症状 检查却有异常或组织受损 在治疗上 处理异常或组织受损 未必能解除疾病症状 甚至处理异常 还超出致病范畴 此即身体有症状 又检查出有异常或组织受损 此异常或组织受损 常被认为是疾病之因 而需治疗 但异常及组织受损 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赎果而非因 所以即便经服药 手术 实此异常 即组织受损 恢复正常了 症状 却未必改善 或身体无症状 却检查出 有异常或组织受损 此异常或组织受损 常被认为是 疾病本身 而需治疗 但异常不同于组织受损 属老而非病 所以处理异常 并非治病范畴 由此可见 不论身体有病无病 一切检查出来的异常 都不可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只有当其中异常形态 以白内障为例的果 已造成患处体伤 阻碍眼睛功能的因 再由患处体伤 眼睛功能受损的因 导致病症 视力减退的果 且需经按推原始痛点无效 西医才能从果治疗 此异常形态 白内障 由此可知 果虽然可以影响阴 但只有阴才能生果 此意味着只要阴改善了 果也能够因此获得改善 这正是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不仅可解除症状 还可解除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及组织受损的原因 这里一开头就讲 异常不是疾病本身 那我们前面有 已经有说过 这个异常既非症也非状 所以是老而非病 前面就有这一句话 所以就引用这一句话 直接就把他结论就说出来了 异常 那前面谈的都是说异常是疾病之因 那既然他不是疾病之因 这里又把它说异常也不是疾病本身 内检查出来的不是疾病之因 也不是疾病本身 内检查这些做什么 就没有意义了 有这种味道 这里的结论 其实就已经把检查这一部分 已经很斩钉解体的 这样做下这样结论 但是光这样讲 大家一定还是不大人理解 所以我们接下来 从生命的角度再来探讨 从生老病史过程中 我们都可以看见我们身体的变化 那身体的变化 每个人的程度变化都不一样 因为有些人先天不良 有些母体就很弱 生出来孩子也比较差 体质就比较差 也有可能 那有些人母体好 生出来就先天体质就不错的 也有 然后再加上后天的 有些营养失调 或是乱吃 或是生活习惯不好 种种 他的变化也会跟心态好的 然后习惯好的 然后又懂运动 怎么样来心态上 比较乐观 这些人来比较 那都身体的变化 都会有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 即便同一个年龄层 每个人的个体还是会有差异 那这些体表或体内的差异 有些会超出我们 所谓的正常标准 我们看起来 这个就是跟大家很不一样 那这些很超出标准的 可以看得出来或感受得出来 比如有些人说 哎呀我老是走路就很疲惫啊 或是有气没力的 那这种也是一种 个体的差异啊 有些人就 就每天精力旺盛啊 可以爬山啊 工作几个小时 甚至睡眠很少 他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所以这些个体差异 但如果超出标准 比如有些人年轻就掉滑了 秃头了 比如这样说 或是有一些人 年纪轻轻就脸色苍白 走路就无力 那这个都是属于 那个变化 或有些人 年纪轻轻三十几岁四十岁 就像我四十几岁 头发就变白了 一样 那这个就是 有些会变化的 跟超出正常标准 一看这些到底是属于衰老 异常还是疾病症状 就会有这样 那这个怎么分疾病跟衰老 我们前面讲 就以症状作为研判 有症状的就是疾病 没有症状就是属衰老 就是这么分 所以不论体表或体内 都有老跟病的问题 但不能将老当成病 如果你将衰老异常 当成疾病本身 那就会犯了老病不分的过失了 老病不分 那会有什么结果呢 这里有讲 如此诊疗 不仅会使病人变多 你把老都当成病 那不是一下子病人变多了 那这个就是西医 为什么越治病人越多 医院越盖 病人也没有减少 而且常常客满 抢不到病床 然后一个新冠病毒就可以把整个医疗体系都搞 搞到崩掉 这不就是老病不分的吗 没有病的也可能要做检查 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很奇怪 好那这一个是一个很严重 也就是一个医学的新盛 不但没有使病人变少 反而把病人变多 那这个就是犯了一个老病不分的过失 那这样的诊疗不仅会 不仅会使病人变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为医疗治病的目的 因为医疗是要治病不是治老 所以如果你把这些老先排除掉 先把疾病的症状先解决 那这样我们病人会越治越少 这样才对的 但这两项西医都已经有出了问题了 所以我们了解了之后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 以后就要知道 原来生病自己身体就可以感受 第一个不要检查了 生病了 有症就按一按就好 有状再补充一些热源 然后该按按该温敷温敷 症状都可以解决 而不是要去追求怎么样 去检查出来 然后检查出来的东西 又要把它搞定 那不就更复杂了 等于化学天主了吗 多此一举的 真的是没必要 所以而不是去追求 本来不应该检查 又去检查 检查出来的异常 又要让它变正常 这个是不对的 那也因为西医检查 前面已经说过 从这里已经看得出来 这里也算是一个结论吧 正因为异常及组织受损 也就是西医检查出来这些 不是疾病之因 而且异常也不是疾病本身 组织受损是疾病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但不是疾病之因 所以这里的写法就是 异常跟组织受损 都不是疾病之一 那不是疾病本身 是指异常 这里写法是这样 那所以这里就进一步再讲 所以在诊断上 因为西医会犯的上面的问题 错误老病不分 还有超出医疗治病范畴 这些 那我们来看 实际上在诊断上 仪器 检查出来 异常或组织受损 它没办法真实反应身体的状况 没有办法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 如果身体有症状 你常常去检查 有病我们想去检查 那检查它竟然跟你讲 一切正常 所谓的正常就是 检查不出异常或组织受损 就是检查不出特别的老 或有特别的组织受损这一类 那还有一种状况是 你身体本来没有症状 但因为被西医修惯了 几岁就要去检查了 或是怎么样 那担心东担心西医 很多人就是这样 或是公司规定你 每年都要做健康检查 即便你没有症状 那既然没有症状 它检查却说你有异常或组织受损 那不就是跟真实的状况 完全相反了吗 你有症状 它跟你讲检查正常 那没有症状 它就检查出有异常跟组织受损 所以这时候你是相信你的身体 还是相信仪器 那仪器检查出来不就是老跟病吗 只有这两种 那这些病跟你的症状也无关 那有时候体内有组织受损 你未必有症状 这也很常见 所以这里就是很明显的 已经第一个结论 就是仪器检查出来 不能反应身体的真实状况 这是在诊断上 那在治疗上我们进一步来谈 在治疗上它处理异常及组织受损 未必能解除疾病症状 甚至处理异常还超出治病范畴 这里应该是这样看的 就是你本身身体有症状 然后你去检查 那结果检查出来的异常或组织受损 西医就会叫你去处理这些异常 但你真的也照西医这样去处理的 结果你的症状不一定能够解决 然后这里进一步批判 因为异常本来就不应该处理的 你异常是属衰老 你医疗医学本来就应该治疗疾病的 你却去处理衰老 那不就是已经超出治病范畴了吗 所以难怪病人那么多还要排队 比如肿瘤他没有症状 西医也叫你要住院 甚至要手术要化疗种种 那就这个病人就要占据床位很久 那也因为这样 我看这大医院都转翻了吧 所以如果从这里来看 西医这些检查出来的 从治疗的角度来看 他们是没办法解决你症状 那我们这里就举出一个实例来 这里应该分成身体有症状跟没症状 因为前面我们有讲 这些检查出来的 他会随着你身体有症状跟没症状 讲出不一样的话 如果你身体有症状 那检查出来他一定会跟你讲 这个就是症状的因 如果你身体没有症状 他不可能跟你讲 这是哪里的因 不可能 这时候他会跟你讲 这个检查出来 本身就是疾病本身 所以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 他们会怎么来治疗你 检查出来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那现在着重在治疗 那我们这里就举定 身体有人有症状 然后又检查出 有异常或组织受损 这时候很明显 他一定会跟你讲 你身体的症状 就是由异常或组织受损引起的 所以此异常或组织受损 常被认为是疾病之因 然后他会还是会叫你治疗 就是治疗异常跟组织受损 但我们这里就提出 很明显前面已经讲过 异常与组织受损 是果而非因 它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导致的 怎么会是因呢 好那我们就照西医的逻辑 思维去处理 我们即便用手术或用服药的方式 来把这个异常或组织受损 处理掉 那问题来了 处理掉了之后 这里症状未必改善 也就是这些检查出来的 你都处理掉 但你身体的问题还在 这个让我也看到很多 就是说椎间盘突出 坐骨神经痛 结果开完刀他还是一样痛 我也看过这样的患者 所以症状未必改善 那像中 为什么 有这样的患者 结果他坐骨神经痛 结果开完刀没有效 结果我叫他趴着 按推臀部 按了几下 他下来就说他坐骨神经痛 已经好很多了 这个是我在临床上时常遇到的患者 很多都是这样 那就是这些很明显嘛 他们把异常处理掉 那症状还在 反而我揉几下就好 那如果他没有处理 我揉照样也是有效 可见这个根本不是疾病之一嘛 也更可以证实 果跟果之间也证明了一点 他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但西医常常把两者连接在一起 然后说成有因果关系 那这是第一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患者 这时候身体没有症状 我说身体没有症状 但却检查出异常或组织受损 那这时候西医会怎么讲 大家心里现在应该也清楚 他一定会说检查出来 那这个异常就是疾病本身 或组织受损就是疾病本身 当然我们也认同 组织受损是疾病本身 没有错 但疾病本身 我们还是有话讲 他跟症状是没有因果关系 前面已经讲 那这里如果说疾病本身 他们要处理组织受损 不管他是用药来控制 或用手术 那我们就不提了 那这里确定这个是属疾病 那他们要重活治病 或是怎么样 我们尊重 但是我们有话讲的就是在异常 因为异常 它不同于组织受损 组织受损是病 但异常不是 他是属老而非病 而老是不需要治疗的 那你现在急着处理异常 那不是超出治病范畴了吗 所以我这里就是说 所以处理异常 并非治病范畴 医学本来就是要处理疾病的 不是一开始就要设定要治疗衰老 那老每个人都会老 那你如果六七十岁哪一个不老 六七十岁以后去了 那如果老都要治 那现在全天下的都要治 就像新冠病毒只要有一个流感 全世界都要打疫苗 医学就是这样 就是让很小的一个问题 他们没办法解决 然后就把它扩道到变成全部的人 包括正常的人也要再参与这一场流感去 那同样这个也本来不是什么大问题的 结果大家都要检查 检查出来的 这些他们又有话讲 然后本来是老的也要处理 那哪一个是健康的人 如果照他们的标准 没有老也要治的话 那没有一个是能够脱离 吃药手术的 没有一个 那我们人一定要活到这样 在西医之重思维下吗 非常恐怖的 动不动就老 老就是病 老不是病的因 就是疾病本身 那你无时无刻都 都要准备去医院了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赚了一辈子辛苦的钱 他就是说我准备老了 以后等进医院的时候 再把它滑掉 这种话我常常听到 存一点钱 在最后贡献给医院吧 那所以我们就这里就可以 看得出来 身体不论有病无病 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都不可以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也就是简单的讲 西医 这个仪器检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啦 就已经很明白的点出来了啦 你不管身体有病无病 本来就不应该检查的啦 简单的讲就是这一句话 但是很无奈啊 你看读者听众常常听了原始点 他们常常又用西医检查出来的 来问原始点 那本来就你就如果了解原始点 你本来就不应该去检查嘛 那你身体有没有症状 你自己最清楚 那如果你没有破坏 再用原始点或用中医 很快就可以调理好 最后常常搞到奄奄一息 再来寻求另类疗法 都是苦啊 只能这样说 那既然这样 什么情况下 我们同意西医这样做呢 既然异常 不可以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但只有一种状况 也就是只有当其中异常形态 已造成患处体伤 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病症 在这样的情形下 西医财人从活解症 治疗此异常形态 这里都是理论 异常形态我们前面已经介绍 那异常形态会造成患处体伤 患处体伤是阴嘛 我们说体伤是阴嘛 那这个异常形态是果会造成这个阴 然后再由这个阴患处体伤导致疾病 那这时候的果就应该要处理 意思是这样 那这样因为比较不好理解 我们举例来说 我们举白内障来说 以白内障为例 只有你检查出白内障 白内障也是异常形态 很明显 那当白内障 已经阻碍我们眼睛功能 我们眼睛功能 本来是可以看东西 但因为被这个白内障遮住 所以他受阻了 就会导致我们视力减退 那这时候西医检查出来 确定是白内障引起的 那才他就会通过手术 来治疗此白内障 那我们白内障就是指异常形态 那我们说造成患处体伤 就是他已经影响眼睛的功能 也就是组织器官运作功能 如果他失调了就是体伤 然后他被遮住了 所以他的功能不能发挥了 所以这个就是患处体伤 然后这个患处体伤 你只要把在西医认为 只要把白内障解决了 那当然眼睛本来就没有坏 他眼睛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从活解症我们是认可的 所谓的从活解症就直接从白内障这样处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有效的 我们也承认 那这里也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说你眼睛痛 那西医跟你讲很多原因 检查出很多原因 那问题如果他眼睛痛是由他处引起的 你按耳后有时候就好 那你反而点眼药水 或眼睛干涉点眼药水 反而没效 点了好像感觉稍微疏 很快又来了 那这时候因为他的因是在他处 那这个因是在患处 所以他从患处下手才会有效 类似这样 那只有在患处出了问题 西医这样处理方法 我们是同意的 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来 这里就产生一个就是 原来我们的活会不会影响 会有这种可能 虽然机率不高了 也有可能 那这种出问题都是出在患处体伤 果可以影响因 那只有因才能生果 最后你会产生症状 还是要有因起的 你不能这样等于 就是果影响因 因才生出果来 你不能说那果 会生出一个果 也就是白内障 会生出一个看不见 白内障跟看得见看不见 没有直接 他本身不会有看得见看不见的问题 你白内障 割一点点 难道白内障就能够 他还存在一点点 他白内障就能看得到吗 他跟看得到跟看不到都没有关 真正看得到跟看不到的 是眼睛那个因 也就是他的功能 正常运作的功能 才是因 而白内障那个果 果是不可能生出 看不见的果来 他本身没有看得见或看不见的 因果关系 没有这样 好 那我们理解了这一层意识 就很明确 那这样说来 是因为白内障影响到因的运转 然后也是因为因 没有办法发挥功能 也就是运作失调了 被他遮住了 运作失调 所以才会导致视力减退 这样的情况下 西医用手术 结果白内障不见了 他眼睛就恢复明亮 那这个他是处理果 是处理异常形态 而不是处理因 所以我们说西医是从果解症 那这时候我们也发现 真正他们从果解症 最后让眼睛恢复 不是因为眼睛因为手术 而更明亮 不是 是因为眼睛本来就明亮 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就知道 这些我们现在来探讨白内障 白内障是有什么引起的 那这个异常形态是有什么引起的 简单的讲 他也是因为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也就是他先前一定有头部体伤 然后整个运作失调 运作失调之后 然后加上热能不足 他就开始慢慢伸出这种异常形态来了 是这样来的 那既然他的因是这样 那这个代表 此意味着怎么样呢 原始点就可以治疗白内障 因为他既然白内障是由 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那原始点又可以改善 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自然就可以从因解决白内障 而让眼睛恢复功能 他也可以这样做 虽然他不是针对白内障本身 但是他是针对身体的调整 把身体的功能各种都调整到正常 然后身体自然就有自愈力修复力 他就会去处理它 然后来达到改善 这是两种不一样的治疗方法 一个是从果解症 但从果解症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果影响到因 然后因导致病症才能够用 其他的他们讲的很多检查是 什么痛是由这个异常引起的 或看不见就一定是白内障 不一定看不见原因很多种 只是其中有这么一项 有这时候才可以 那其他的原始点各种项目 原始点的因因为只有一种体相 所以原始点通通可以解决 不管是白内障也好 或眼睛干涉也好 或眼睛怎么样也好 痛也好 都可以因此而获得改善 因为白内障也是体相 及热能不足所致嘛 所以这些原始点从因下手 不仅可以解除症状 还可以解除仪器检查出来的 异常及组织受损的原因 这正是改善体相及热能不足 不仅可解除症状 还可解除仪器检查出来的 异常及组织受损的原因 所以简单的讲原始点从因下手 找到疾病最源头 他不只可以解决疾病 还可以同时解决老 因为老跟病同出一缘 他原来是同出一个原因 不是像西医这样 这从果下看老就是当成病治 然后病也不一定会好 竹宫痛腰椎开刀案例 你哪里痛 跟大家讲 现在还在痛吗 他说十年了 好不好治疗 这个小派对啊 但是西医都检查不出来也是不好 然后问题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我做到这种 然后我们一个西医 也还可以 开了时候我又装了固定器 在那边有两个这些 都是固定器 所以对面是说我的腰又出问题 我问你为什么足弓痛 他要开你的腰 他的意思就是说是因为我的腰有滑 我那时候最绝了 出公痛 对对 然后他说他的病人有这种case 也因为这样子好了 就去他的当方把个正常的做 就没有好 我马上帮你做 我干净 是个小case 脚就伸上来 我看了我自己 有信心吗 你这里痛是吗 对我这里 对我自己 好 好我先做一只脚 我跟你讲 就按在这 门一下 这里痛不痛 好 这里也痛 但是刚刚这一点最痛对不对 好 你要不要好 要 门一下 门一下 这里痛不痛 对对对 这里也痛是吗 好 这里开始痛 这里最痛 中间这一点 好 上面这里也痛吗 这里就不会了 就是这一点开始痛 哎呀 就这么简单而已 好 好啦 你也叫够了 我揉好了 这个不用 这样不用一分钟 就可以解决的 干嘛还要开刀 我现在要帮你舒缓 也那么痛啊 好 我轻轻的 这样可以吗 轻轻的 可以 我轻轻的摸而已 好 现在舒服了吧 舒缓一点了 好 你去走吧 不用那么小心就好好走 你跟大家讲 哦 真的是 没有 不痛 不痛了哦 免戴住听器案例 免戴住听器案例 一戴耳机 平50年 2018年10月4号 原十点志工按推我的头部 奇迹发生了 我再也不用戴住听器了 太不可思议了 大家好 我是洪于好 我是要戴耳机的 我从小的时候 大概是小学一年级嘛 已经开启要戴耳机了 要是不戴的话 我听不到人家讲话的 10月4号的时候 他们开启帮我做 之后做的时候 真的太痛了 差点也受不了 但是做完之后 我可以听到他们讲话 不用戴耳机哦 第二天我在来的时候 照顾我更好 我更清楚 跟平衡人一样 不用戴耳机 跟他们对话 好开心啊 好感谢 你好 今天有烧箱吗 不安的吧 今天他们有烧箱 哇 那么有 他没有戴耳机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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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分钟就丢掉 使用12年的拐杖 我姑姑用拐杖走路 已有12年了 最近两年更差 需做轮椅 第一次按推后 马上就不需依赖 拐杖走路了 按推前 按推后 用弹来 investigator 第二天 第二天幫我姑姑按推后温敷 可以走路二十分钟 按推臀部 张医师说修复时需要大量热能 饮食、生活、情绪、运动都不可掉以轻心 姜汤、温敷不能停 红豆袋和暖贴轮流温敷24小时 按推后用红豆袋温敷 第四天 在家健步如飞 他也听话一点药都没有吃 也没有打胰岛素 没有出现医生说的停药后的不良症状 讲话有力气 每天吃的药全部停了 第一天 第四天 从奄奄一席到现在的生命逆转 只用了原始点四天 真是不可思议 现在我对原始点更有信心了 虽然我是新兵 要上战场有一点紧张 但我会尽力去做 努力去学 非常感谢旧金山推广点 帮助我姑姑重拦生命的希望 更感恩张医师将原始点五思的奉献给全人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